那種藥味比較難聞, 連我都聞不慣 不過道長說一定會有那種藥味 是不是吃了之後 娘娘會兒的夢熊有笑呢? 我最近看見瘟疫橫行 皇上天天擔驚受怕 我幾經辛苦才找到這個道長 去煉獎這金丹給我 說皇上服用之後 就會弱道病除, 強身健體 就不怕瘟疫入侵 真的有用? 我看皇上服用了幾魂之後 真是精神逆逆 皇上他還… 終於我就替皇上開心了 娘娘對皇上確實是心勢如塵 只不過… 不過什麼?你說吧 奴彼聽聞, 先前有幾個皇帝 都因為服用金丹而駕崩 娘娘真的要小心 不會, 道長說這次這金丹 是千除百年, 一定不會有事 皇上對娘娘寵愛有加 娘娘還要下這麼多功夫? 本宮之所以有幸為非 全憑你們替我打中這枝影露營光 機緣巧合, 為皇上得見 方能一煎雨露之恩 要知道運氣有高有低 要長得恩寵, 欺事容易之事 本宮出身寒味, 朝中無人可靠 後宮妃嬪更多, 個個個各出其謀 本宮又怎能不擔心 不時事賞心呢? 雖然後宮妃嬪更多 但也無人能及 娘娘你美貌言為 有哪個妃嬪是不漂亮的? 皇上現在喜歡我 他也可以喜歡別人 就像皇上剛才來完這裡 他現在又去了皇貴妃道 所以娘娘就要用金丹討皇上歡心 在後宮之中, 哪有妃嬪不怕冷宮寂寞 個個都出盡方法去討好皇上 我只是投其所好, 望博皇上歡心 作詞・作曲・編曲 韡萊、小燒音、美諜王ertai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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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我是皇上 喝了譚思纏的龜殼益壽大寶湯之後 吐了很多血, 不知道是不是中毒 我聽不見他們說 是皇貴妃一定要譚思纏親自下廚拋條 那皇貴妃怎麼樣? 一樣軟禁了 好了, 下毒這麼大件事 會不會連累其他房人? 聽說如果真的查到陰謀毒害皇上的話 就會牽連整個上公局, 要諸九族 那碗湯匙 經過內事鑑用銀針測試過 並無落毒 我也去過絲膳房那邊 翻查過菜單和食具 亦無異養 就是不關絲膳房的事 為什麼還不放過譚思纖呢? 皇上到現在還沒騷擾 一切人等, 不准放 御醫看過皇上之後, 怎麼說? 他曾經試過幾種藥, 也針灸過 不過未見喜色 連御醫也束手無策 皇上到底中了什麼毒? 連御醫也診斷不到? 又不能夠對證下藥, 再拖下去 恐怕… 怕只怕太皇太后遷牢於他人 先要處置譚思纖 再大興問罪之事 是不是流連不利呢? 上公局這麼多時端 參見上公大人, 什麼事? 我知道皇上為什麼會吐血 我以為這麼說, 就可以為上公局脫罪 皇上龍體受損, 事關重大 奴婢不敢虛言妄作 請太皇太后明察 為妃被皇上服用金丹 是奴婢親耳聽到的 太皇太后明察, 服用金丹這麼大事 奴婢怎麼會跟女士說 以臣如見 說不定是上公局為求開脫, 嫁禍他人 奴婢所言句句屬實, 並無虛言 說, 衛妃為什麼會讓你知道? 先前奴婢送小女胸香囊 給衛妃娘娘的時候 聞到一股藥味, 覺得不是普通的藥散 所以大膽問衛妃娘娘 她看見隱瞞不住 就跟奴婢說是被皇上服用的金丹 還說皇上剛剛服用過 還說皇上… 皇上現在怎麼樣? 回太皇太后 臣為皇上私針 但相無喜悉, 已未曾酬成 一點用都沒有 稟太皇太后 皇上的善舌用具已經證實 並無異樣 唯一未經查證的就是金丹 所以金丹之說確實可疑 若然真是金丹引發皇上急病 對, 只要取得金丹又或者煉丹的藥荒 神有信心對證下藥, 龍體得志 即刻派人去衛妃尋供和哀家搜 想命 若然搜不到金丹, 救不回皇上 一定個個都要死 皇上現在怎麼樣? 已經搜過了 除了這個金瓶, 再無所獲 拿去給御醫 快 準備 皇上究竟現在怎麼樣? 皇上現在生死未報 恐怕是吃了你的金丹出事 那個道長是將軍介紹的 金丹又是將軍教本公給皇上服用 說皇上服用了之後, 會龍體和信 才不會對本公寵愛有加 到時候本公只需要在皇上面前 替將軍說好話 那就以此為報 本將軍的話, 娘娘記得這麼清楚 那你又是否記得我戰定的蠻族 叫你不要跟別人說 我沒有跟別人說 沒有跟別人說? 那我女士就知道金丹的事 你說金丹?她聞到藥味 我一時口快告訴她 她有可信之人, 她曾經幫我本公 她絕對不會多然冒害本公 無知府願 在宮中以如我詐的地方 你有可信之人 你還說什麼給她聽? 沒有, 是這麼多 有沒有提起過我? 沒有 奴婷什麼都不知道 那你有沒有依足廚房給皇上服用? 當然有, 整件事都是將軍的主意 本公只是依計行事 如果本公有事的話 將軍也很難獨善其身 我會有事? 你想自身是愛? 如果有人問起 本公一定會攻你出來的 你還有機會發聲嗎? 是 稟太皇太后, 經診之後 皇上還是中了金丹的毒 果然是為非做 那現在皇上還有沒有大礙呢? 剛才皇上服了解藥之後 墨像已經平和了, 不日自會康復 請 平身 謝太皇太后 有沒有問過那個賤人 是誰給他金丹的? 剛才救皇上緊要 一心盡快拿金丹回來 所以只是派人看守為非 並未誓查 事關重大, 必須嚴加查問 魅惑皇上, 這種人死不足惜 馬上帶他來, 讓愛家親自審問 遵命 本太皇太后 為非為罪至危 已經棄絕心亡 更新春花, 野童歸陰 真是便宜了這個賤人 將他的屍首拿他為狗 遵命 Hello, 北美的朋友你們好 我是Toby, 梁正奇 想看我有份演出的家族榮妖 就快點拿你們手機出來 然後download 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MING PAO TORONTO